歌手好云的妻子又发长文爆料了 这次他不仅说出了家暴的具体内幕 还揭露了好云更多被遗所思的迦难情境 首先好云妻子称 好云在婚后长期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性欢喜 而且对象丰富 有乐队成员 还有工作人员 有他歌名 甚至还有人妻 好云妻子爆料其次 好云妻子透露 好云和他十二婚 他在第一段婚年中也有过家暴行文 是家暴惯犯 日常生活中 好云会在动手前先关掉家里的摄像头 然后把妻子拖到地下室 拽着头发把头往地上磕 冲脸上巴掌 坐在妻子身上持血乳撕撑 哪怕对方哭着请求也不停止 这也直接导致好云妻子从家里搬出去 因为好云曾在连续三天之内对他两次动手 好云会威胁妻子不让他留下证据 夺走妻子动下了家暴过程的手机 白蛙泡进水里 还会威胁从家里带走那孩子的妻子 要弄死他和全家 再次好云妻子称好云猪鬼 是名目张胆的猪鬼 他从家里逃出后想回家探望孩子 但回家后遭到了好云的第四次家暴 更夸张的是 他曾经回家发现 好云和一个陌生女人没有穿衣服躺在床上 当时他们两人的孩子还在家里 好云当着情人和孩子的脸殴打了他 就好云妻子称 好云的出贵对象幸福 十分有钱 2018年好云和他的婚外情被发现后 曾经写过忏悔书 说要回归家庭 但此后却变本加厉 和他一起出差一起入住酒店 他和初会对象 在去年12月被媒体开到过一起 在深夜重回别墅 好云妻子忍无可忍 从2019年开始提出离花 但好云始终不同意 拖着就是不离婚 也不平分婚内财产 好云不离婚的理由是说自己没有钱 但是他还是在出鬼对象的家 附近租了房子 排贷 他去日本游玩一周 最后 关于孩子的抚养权争夺问题 是好云妻子这篇长文的中心 自称没有钱的好云 从来都不管孩子 孩子发高伤也不照顾 但是他却拒绝让妻子带孩子走 他跑到妻子在外租住的房子处大闹 要带走孩子 妻子害怕报警 好云慌乱中开车想逃 也不顾还拉着车门的妻子 正抱着孩子 好云妻子称 他今天所说的一切 都有人证物证 唯一可疑的是 好云妻子虽然自称他有人证物证 却说自己不想都发出来 因为这样他的律师就有应对方爱了 目前好云妻仍然没有回应此事 好云作为知名民谣歌手 今年四十岁 他的代表作剧大理 曾经火遍大江南北 过去好云在外的形象 一直都比较积极正面 没想到 如今落的一地鸡毛 不让人可悲可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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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